- 王冠! 嗨!大家我們今天來到了基隆的和平島 為什麼來這邊呢? 因為準備又來到了CT的賽事 今年我還是參加51.5的項目 因為其實我們在上一次的比賽當中 我的攝影師已經按耐不住了 有跟我說 欸 速度太慢了吧 你這樣想要完成 今年我要跟你挑戰 所以今年我一樣參加515的原因 就是要來跟我的最速攝影師 來一場史無前例的PK 欸 怎麼樣 有把握嗎 我覺得我 蠻有把握的 欸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雖然我們就是要來賽前練習 轉換一下開放水域 但我目前的強項能以為的部分 應該就只有自行車的部分 所以我在戰術的策略 就是希望我們游泳可以實力平均 然後在腳踏車的時候 我可以先搶一些分數領先 那最後可能跑步我就會被他追過了 搶一下你的跑步 我目前喔 我是覺得游泳差不多 但腳踏車我不一定會輸的 我覺得我腳很有力 應該不會輸太多啊 頂多30秒吧 唉唷 然後跑步5分鐘我應該把他拉爆 完蛋 那看起來我只有就是 靠那個產品的那個厲害程度 就是我想辦法把我的產品升級到最好 然後偷偷在那邊躲風之類的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先下去 和平島來稍微四游一下開放水域 然後我們等一下準備進行一個 簡單的轉換訓練 最後再來分析一下 我們到底哪一幾項當中 誰比較適合有勝算 游泳去 你剛剛游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水游起來跟游泳池差太多 很不會 很不會 可是我剛剛好像我覺得你好像追不到我 我在試運啊 所以你現在感覺你狀況還可以更快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我剛才游到歪掉 然後我看一下 你聽到關鍵了嗎 我的關鍵可能是我會一點點定位 有機會可以讓他游S型的時候 然後我可以贏他 好像沒有機會 所以我現在有在試著練那個 抬頭看前面在哪裡 我一直盯著你的屁股看 不知道你在哪 完蛋了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多游個幾趟 來練習一下水感 因為定位還是有一點點沒有那麼習慣 再來游一下 我剛剛游了一次第一次游室外的感覺 福利很好但是第一次游就覺得因為太冷了 所以比賽那天熱身應該要非常足夠 才不會輸給他 剛剛游有點小鷹 小鷹他一下 剛剛我回頭 發現欸 應該有四五個身體 所以比賽那天我覺得要正常發揮應該 不是問題 剛才在那邊 回不來 好 完蛋了 我剛竟然追不到以為 他也太快了吧 看起來我515的挑戰營態難度就要越高了 只好我等下停下來加強訓練一下 才不會距離離他太多 走開 這誰的啊 白痴啊 走開 怎麼穿了 為什麼我的鞋子穿不進去 我鞋子也夠難穿 我鞋子穿不進去 小心把他拿一拍 怎麼穿了你走不走 喔幹 白痴啊 我不會裝鞋子耶 模仿一下 為什麼要轉 轉錯邊 幹偷跑 為什麼的轉不起來 幹偷跑 好 頭怎麼那麼涼 我只戴帽子 帽子帽子 是我的帽子 好 怎麼樣 我的機腳到41還可以吧 可以好不好 我跟你講 先讓我講 他剛剛一直在那邊吃我瘋耶 從頭到尾 讓我在前面破風 然後他完全沒有想出來帶一直 我只好在那個大馬路上這樣左切右切 想辦法不要讓他吃到瘋 其實這是 我剛出去就感覺 我要追他 我整個屁股痠到爆 然後不行這樣玩 然後那一天的話 假如真的 應該前面應該會差不多啦 就不要跟他拚 我是後段 然後可以的話就是吃他瘋 吃他瘋其實我有發現一個戰術 因為他會加速 加速 然後加一加他應該就會爆 然後我就這樣反正超車就咻 但我跟你們講 CT是不能跟車的 你就最好繼續跟 然後翻規被判下場 我就贏了 好那我們要不要來打賭一下比較刺激 打賭喔 我覺得 現在勝率來講分析起來 感覺是五五波啦 但我覺得可以賭一下 你想要賭什麼 我覺得賭一個 親子吃早餐 你說贏的人請輸的人吃早餐 對 贏的 為什麼是贏的請輸的吃早餐 那就看贏的怎麼 是特製料理那種 類似 看到他想要怎麼處理你啊 好啊 所以如果贏的 假設我贏了 我就隨便給他一個特製料理 然後你一定要吃下去就對了 對 一定要吃下去 好啊 那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 我們就來CT見真章 大家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看看你看好這次到底是 最速攝影師可以獲勝這次CT的515 還是哲瑞教練可以贏得這次的比賽 影片留言 如果有什麼特別特製的早餐 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因為哲瑞教練準備要吃 就是我做製作早餐的 你現在是在幫自己找你的菜就對了 現在他們推薦的東西到時候都會吃一下肚 是你吃一下肚 應該是你吃的 好啦 期待期待 反正到時候來看誰可以獲勝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楊Drey 我是攝影師以為 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